贝利亚想到一个超级邪恶的计划 他在城市的街道上放了一个病毒 病毒毒烟能让任何生物石化 然后他又偷偷打电话给塞罗 告诉了塞罗这件事 而他却躲在远处垃圾堆里 等待塞罗来搬运病毒之时 贝利亚按动了病毒开关 有毒的烟雾立刻就冒了出来 塞罗还来不及确认情况 结果就被毒烟石化了 贝利亚的阴谋得逞了 他放声的大笑 原来这事并不是真的 而是贝利亚大白天在做白日梦了 但是病毒他确实已经放好了 也给塞罗打过了电话 过了不久塞罗穿着他的新衣服 从天空帅气的降落 赶往病毒所在的地方 塞罗塞罗你别去呀 小朋友们想帮助塞罗的 赶快给塞罗三个红色能量 告诉他这是贝利亚的陷阱吧 你们告诉他也来不及了 时间差不多了 赛兔子 本大爷今天就要你好看 看我释放病毒 说完贝利亚就按动了手中的开关 等了一会儿 他突然发现身后有烟雾冒了出来 贝利亚转身一看 顿时吓得大惊失色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 病毒居然跑到他身后的垃圾堆上了 并且烟雾已经释放了 贝利亚正打算跑路 结果转眼就被石化了 贝利亚你真是走狗屎运啊 觉得贝利亚活该的 就给他扣三个狗头吧 贝利亚确实是非常的倒霉啊 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事情竟然是这样的 贝利亚放好病毒之后 躲在垃圾堆里暗自高兴 然而他没有看到的是 小赛罗这时正在逛街 突然发现大街上有一个丑陋的玩意儿 还挡住了行人的道路 小赛罗用尽全身的力气 把这个病毒搬到了不远处的垃圾堆上 只是贝利亚当时正在高兴 没有发现罢了 小赛罗你真的太棒了 给他三个鲜花鼓励一下吧 小伙伴们 贝利亚这叫做什么 叫做想害别人 结果却害了自己啊 大家可千万不要学贝老黑哦